看見新聞交集如焚卻等到心痛消息 週五晚間為了搶救屏東惡火 平惡分隊的陳柏翰 中極員施保祥受困 中極員父母親女來到殯儀館 母親及妻子顏面不停痛哭 中爸爸說兒子畢業後就考到消防 是從小的夢想 因為退休的消防員舅舅 自己也熱愛這份工作 臉書上則時常看見她曬出 寵女兒的視角 施保祥的岳母則是忍著悲痛情緒到場 她透露施保祥結婚八年 育有六歲及四歲的子女 還不敢讓孩子知道 怕他們無法接受 陳柏翰 臉書則是時常篩出與女友的相處日常 她曾經在基隆信二分隊執行 2011年 錦磚的畢業照也曝光 與同學及學長間的關係相當好 一個蠻幽默風趣的人 因為有時候變成消防生活比較苦悶 那她會在閒暇之餘 就是算治癒於人 就是會把大家都弄得蠻開心的這樣 還蠻陽光的 然後覺得還蠻熱血的 然後遇到問題也是很敢的 就是想要去把它做好 然後做滿就對了 屏東二分隊還留有三個人的物品 包括外套 帽子 雨鞋等 目前也得必須要靠DNA鑑定 才能確定身份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